Hello 大家 我是Tim 今天想要教大家的是 Instagram的濾鏡怎麼製作的 因為之前有做過狼人殺 然後Youtuber 然後厭世語錄 然後每天來點負能量 然後質感濾鏡這樣 然後都厚得還蠻不錯的好評 所以很多人都有敲碗說 要怎麼到底怎麼製作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要來教大家一下 IG濾鏡是怎麼製作的這樣 好 那就讓我們開始囉 然後首先呢 大家要載那個 Spark AR 就是它的 濾鏡製作的那個軟體這樣 然後呢 我們新增一個空白的Project 一開始呢 要先設定就是 你想要 公開給誰 假如說 好 我想要 用IG濾鏡嘛 然後就是相機功能 然後FPU 可能我不要 好 那我就只要夠選 Instagram的Camera就可以了 好 然後按Done 好 接下來呢 就是要匯入素材 那我們就先把素材匯進來 是會用到的素材 我先把它丟進來 就直接拉到Ossets就好 好 接下來呢 好 接下來呢 在 左上角這邊 按右鍵 然後Add Object 然後點Canvas 點Canvas之後呢 再按右鍵 然後Add Object 然後點一個Retangle 好 然後呢 大家有看到現在 左上角有一塊嗎 那我們想要做滿版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點它 然後點Fill With 就是把它做成滿版的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好 這邊做完之後呢 然後接下來就是 在這個有一個Materials 然後旁邊有一個加號 點下去加 好 接下來呢 點擊Camera 然後 在右邊有一個Testure Extraction 點加 好 接下來我們把剛才那個 有一個 View這邊有一個 Show Path Editor 這邊打開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會在這邊做連結串連這樣 好 然後我們第一步驟 就先把剛才 就是 我們不是有 加一個Testure Extraction嗎 把它拖進來 然後接下來濾鏡這邊 然後濾鏡這邊 然後濾鏡這邊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這邊它有一個 iOS Conversion這邊 就是它 有些會有 就是 相容性的問題 或者是 曝光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注意 要把它填成弄 就是你只要是 有照片 或者是 就是 濾鏡之類的東西 就要把它 填成弄 這樣它 才不會有相容性的問題 不然你版本可能會有相容性 會很麻煩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把濾鏡也是 拖進來 接下來呢 就是有一個 是 也會提供給壓假的 就是 FaceColorLots的 點ARP的這個 拖進來之後 然後最後再點那個 我們剛才不是說 一個Materials 好 然後在 右上角這邊 有一個Testure 然後點這個 左邊有個 箭頭的地方 點下去 OK 然後接下來呢 從剛才的 CameraTesture這邊 連接到 FaceColorLots 然後這個連到Lots 就是你原本的Lots 怎樣Lots 然後Color連到最後的Materials 這樣就會有一個 濾鏡了 好 那接下來就是 字體的部分 就是要加字 然後要加下面的按鈕 好 如果你想要做多個的話 那我們就在 底下這邊點右鍵 然後點PickerUI 點PickerUI之後 就要把你的按鈕 會進來 那我們剛才是不是有說 就是 假如是照片 或者是濾鏡 需要把它改成那種 不然會有相容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就改一下 然後盡量都是從零開始 就是你號碼都是從零開始 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弄好之後 就把 這個 符號拖進來 好 然後在這個PickerUI這邊 必須把我打勾 然後把 剛才的符號依序連進來 好 這樣就可以看到下面有兩個符號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製作文字的部分 文字的地方呢 就在左上角這邊 按ActiveObject 然後按Canvas 加上Canvas 然後再一次 再按App 按右鍵 然後點2D Text 好 點2D Text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左上角這邊 還有那個 然後我們就把它做成 軟版的 所以 然後我字體想要白色 好 好 因為它字體的話 有些中文是不支持的 所以 你就需要匯入字體進來 那要注意一點是 因為它 就是 濾鏡 每個濾鏡它 最高你匯出去的時候 就上限是4MV 所以你要注意字體 如果 你的字體本身答案很大的話 那可能就會沒辦法用這樣 對 這是要注意一點 那我就拿 萌娜粉白黑來做示範 好 好 那假如說在 E這邊 我就打成 我打上 我要直 看一下 胖就胖 不要餓子 好 那 這邊就是做完一個字了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點 Vistible 這邊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再點 右鍵 然後輸入 英文 equals to action 點進來之後 然後 我們要把它連接到 剛才我們做的 第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把 箭頭 拉進來 first number 這邊 然後串連 好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邊 人臉的部分 就會看到 欸 第一個就有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製作第二個 因為第二個還是空白的 好 那我們就再 重複剛剛的動作 Canvas 然後 再夾一次 2D Text 好 那一樣的動作 就是 Fill With 然後 字 然後我要白色的 然後就輸入第二個 第二個你想要的字 做一點間隔 好 那接下來這樣就OK 然後我們 就重複剛剛的動作 點Visible 然後再點一次 再先新增一個 然後把第一個剛的地方連到 在連之前要注意一下 就是 在這邊數字要改成 1 就是 1次類推 就是012這樣 不然 就是 後面如果這樣的話 會出現並排的 就是連接在一起的狀況這樣 就可以看到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有兩個 我們就做兩個 然後就點1的時候 就會 它就會出現第一個 第一版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會出現第二個版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很重要一點 就是我們現在 已經做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 在機器上做測試 那就可以看到 在左邊這邊 有一個 Taste on device 就是要在哪裡做測試 那我就點Instagram 好 然後接下來你的Instagram 它就會 跳一個通知出來 就是你可以在你的帳號裡面做測試 可是它還沒有審核 所以就是 緊供測試 就是讓你看它 能不能通順著用 好 那接下來我們 看到Instagram之後 點開這個通知 然後按繼續 然後就會看到 有這個特效 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到外面拍一下囉 好 接下來我們到 慢慢來測試好了 就是我們 看一下 有兩個嗎 好 這樣就有了 好 那接下來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測試 已經OK了 所以我們就 準備上傳去Publish這樣 就點擊Publish 然後按Publish New Effects 然後接下來點Upload 等它上傳 好 那它接下來就會 就是會跳到那個 MetaSpark的 它的上傳的頁面 因為它還要 你上傳之後還要做審核 好 然後假如說 就是 驗世 雨露2 好 那我就有限定特別的平台 公開 好 然後 看一下 好 可以選類別 那我選個 自拍 心情 智慧 環境 好 那我選完類別之後 就上傳關鍵字 那時候 接下來呢 下面就要上傳你的示範影片 然後 就 上傳剛剛拍的 好 上傳完之後 上傳圖像 然後 然後 我選擇 一個 icon 就是這樣 然後 之後呢 它就可以按發貨日期 然後就可以按提交了 然後它就會 上傳完之後 它就會做審核 然後審核過 它就會直接上架這樣 這樣 然後就可以用了這樣 對 然後啊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你 如果要使用這個濾鏡的話 要怎麼樣 就是切角的到這樣 就可以到Instagram 然後找到我的IG 然後呢 就是它第三格這邊 就是它這個是Shirts 然後第三格是 就是它這邊 然後它如果審核過的話 它就會顯示在這邊這樣 對 然後 我先以這個 驗喜語錄1來做示範 就可以 儲存 然後試試看 然後就可以使用了 好 那這一次我就會把 就是需要的東西 把它放在 就底下有資訊欄 我會放連結 然後 裡面我會把 就是會需要用的東西 然後分享給大家這樣 然後大家就可以 省一道工序 然後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或是跟我說 你又有個問題 那如果我會的話 我就盡力幫大家解答這樣 好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primer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